Lana Coen Acosystic guitar之類的 就是 我就是選Spotify的那些曲縫分裂 或是一些爵士啊 或是blues之類的 我應該是一進到立法院的時候 就會開音樂就是聽metal 我需要一個很醒腦 然後又有戰鬥力的歌 所以我進去的時候 一早到晚就聽metal 通常是聽Lana Coen 那好比像說這個Anthony 他就很適合早上聽 因為他一開始就說早上 麥片加核桃跟杏仁 蒸木耳跟番茄加橄欖油 好戲喔 好 我就一般早餐店的 那個吐司肉鬆 肉鬆吐司 我會自己自己家煮 所以大概是 我看初天是什麼山蘇 然後會配一些 可能祖父聯盟的創意啊 紅禮啊 這些東西還會這樣 那是不是我最不健康啊 我會不會 我覺得我會放沒有節拍的 因為早餐店裡面 各種客人都有 那每個人他的心跳的頻率啊 習慣的那個BPM都不一樣 可能就是放一些 像流水啊 這些風的聲音啊 纏照啊 反正他沒有特定節拍啦 這樣應該每個人都會比較舒服 我會不會就放Audrey放的 對 就我們三個人開一家早餐店 我們放什麼東西 就是由Audrey決定好 DJ 我在立法院的話 因為我都是用一台很大的筆記型電腦 然後我跟他有開玩笑說 好像一個AT立場這樣子 就是不管在那邊做什麼下水湯 還是什麼的 反正都不會影響到我 我就自己在那邊寫程式啊 或者是準備演講啊 或怎麼樣 所以我自己聽的大概都是 就是比較classical 這樣我就只好說Metal啦 如果就直接被這樣講 來 我覺得絕對是Metal 而且是最重 最吵大家最難接受的那種Grandcore 對 有一種真的是超重的Metal 叫做Grandcore 或是Gore Grind 那一種 配那一張用的 配那一張用的 這主唱就是用死豬腳的聲音 對 在這種絲吼界的話 Freddy絲吼聲其實是蠻文青的 對 對 有那種真的很大老粗的那一種 閃靈的風格在Metal 其實就是文青 小青星 對 是小青星 看了就唱片 剛好不會 對不起我沒在立法院 愛地球的方法我覺得應該就是 放棄一些慾望吧 因為真的太多慾望 就有太多的消耗品 或是一些 不管是污染啊 或什麼的 我覺得留一些有愛的東西 不管說留一首歌 或是留一篇文章 或是說留一個 跟這個地球留在一起 很美麗的一個環境跟建築物 可能就是盡量用網路取代馬路 像疫情嘛 不太容易出國 可是也養成了很多人發現說 原來我買一個很好的視訊設備 就跟機票加旅館差不多貴 那盡可能的就是用網路取代 這種長程旅行 那無論如何 對於就是減緩溫室氣體排放 一定是比較好的 家裡 想要睡到寶 你去睡一個月 你把我想講的講掉了 那你講別的 你先講 我先講 被他講掉了 可惡 我也覺得好像宅在家裡比較好 完了完了 我在過年連續假期都在家裡 然後 有時候用VR就是可以去 好像瑞士開馬特洪峰 也是很開心 那看完之後就心情很好 就可以來露山明 對 我其實本來會有想要去一些地方 但是因為現在國旅都還滿爆炸的 但是如果真的要去的話 我會想要去爬玉山吧 因為我還沒爬過 最近身體我也練得還不錯 應該可以爬了 應該啦